对 我们总是有一种良好的愿望 把我们的良好的愿望投射在习近平的身上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整个民族的愚昧的一个表现 其实习近平他做这种东西 连工具的价值都没有 他其实就是为了个人的私心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为了维护自己权利 是因为他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危机 尤其是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危机 不仅是前朝的一些政治老人 留下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危机 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几股传花的模式到了他手中 那么他需要了就是要面对 同时他过去的五年 也激化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各项危机 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危机被激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习近平他在目前面临的危机的情况下 他又束手无策 那么怎么办呢 他现在就说没有好的政策 他就靠个人专制集权 来加强他的内权的 给他的铁杆人物 给他的这个知识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 党内会不会加强大家的权力斗争 这种加强权力斗争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党内有这么一批人 也就是真正的这些野心家 这种权势人物 这种在劣币驱逐良币 这个就是厚黑的政治里边 生存下来的这些泥丘人格的人物 就像我以前说的 那么他们也是想在这种格局中 不断地扩展自己的权力 和扩展自己的私利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就形成一种高度的忠诚 给习近平就抬轿子 那么吹喇叭 那么这样的话 逐渐造成一个神化习近平的 这么一个政治生态环境 而习近平也就顺杆子就往上爬了 所以这部分人 我相信就是习家军 他们会非常的高兴的 因为他们可以就是赢者通失 但是另一方面 对许多的中共的领导人来说 比如说前朝的 他们规规矩矩 下了台 交了班 那么这样的人 他们当然心中就有不满 也就是说与其你来个人独裁 为什么不过当时我来个人独裁 那么另外下面有按部就班的 想接班的人 比如说孙政才 现在会深陷领域 那么比如说像就是 我们看到胡春华 现在逐渐的被边缘化 而且吓得了赶快说 自己身体不好 那么就不敢呢 就是说往前呢 去那个奋进 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到 中共的许多官员 当然陷于极大的恐慌 和不确定性之中 所以我觉得呢 这里边有许多人 可能会见风使多 有另外一些人呢 就会激流勇退 当然另外一些人呢 我觉得逐渐会对这个政权 对习近平这个领导班子呢 逐渐失去信心 当然是埋藏了许多 中国的政府 未来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的总体危机的 一个祸根 我们不过来带来 我们不过来带来 那种来带来 我们不过来带来 我们不过来带来 感谢观看